一斤红枣我们都清洗几片 让它清洗干净 秀秀今天跟大家分享红枣特别好吃的做法 洗干净的红枣契合 切好的红枣直接放在蒸屉中 冷水上锅盖上盖子 中小火蒸30分钟 将它蒸熟蒸软 半斤核桃我们将它放在微波炉中 火力100烤5分钟 将它烤香 烤好的核桃仁稍微晾凉后 我们再将它白碎一点 40克木薯淀粉 加适量的清水 将它调成淀粉水 放一旁备用 红枣蒸熟晾凉后 将它直接装入料理杯中 加入刚才调好的淀粉水 水的量刚好可以将红枣毛打成枣泥 就可以了 把好的枣泥我们再过筛一遍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 不介意的话 这一个步驻可以省略 这些剩下的枣皮我们就不要了 再将过筛好的枣泥直接倒入锅中 加25克黄油 最后加上250克麦芽糖 这麦芽糖是我前几天自己做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我的往期视频 开中小火慢慢的熬煮 这过程我们需要时不时的搅动一下 搅至黄油跟麦芽糖都融化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转小火不停的搅动 慢慢的熬煮让水分慢慢的蒸发 直至熬至像这样完全可以熬团 且不粘锅 再将准备好的核桃仁倒进来 将它们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后我们关火 将它直接装入电油油脂的模具中 用刮刀将它压平整 铺平之后我们再放冰箱冷藏定型 我们的红枣核桃糕就做好了 这种糕呢我做出来是偏软的 如果大家喜欢呢有嚼劲偏硬一点 可以呢继续再炒干点水分 切好的块呢我们再裹上一层熟糯米粉 抖掉多余的糯米粉 这样呢就可以防粘了 这样做出来的枣糕呢软糯清香 枣香跟核桃香味都非常的浓郁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